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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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那最近我有一個困擾 就是我家冷氣的冷卻水塔 經常會掉落葉進去 因為這個冷卻水塔 剛好放在這個樹的下面 那我這邊有一些樹 尤其是這個薄樹 那個樹枝很細 那如果掉到這個冷卻塔裡面 萬一它跑到我們冷氣的管道裡面 會造成冷氣的損壞 那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我打算 來把它做一個防護罩 那事實上 做防護罩有很多方法 有用鐵的 有用塑膠的 那我是喜歡用塑膠 因為塑膠 比較不用維護 鐵的話經常會生鏽 那該怎麼做呢 我打算用白色水管 那我這邊有兩座 這個冷卻塔 上面的一個支架 我都做好了 那這一個是我做水瓶的 後來我想一想 這個水瓶的比較不理想 因為它會堆積樹葉 會越積越多 除非你經常是青 那於是我做第二座的時候呢 我就把它做成傾斜的 不過你有樹葉掉落的話 它可以從斜面滑下來 滑到地上 就不會掉到我們的 冷卻塔裡面 那由於薄樹 它的那個葉子 非常的細 那所以這個網子 要用比較細一點 所以說我們可以去買這種 比較細的網子 再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很細啊 零星網很細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綁在我們已經製作 完成的塑膠支架上 至於這個塑膠支架 要怎麼做 因為它的荷重不是很重 所以我們只要用四分的 這個比較細的管子就可以了 那也比較沒關係 這是20mm的四分白色水管 那我們可以在上面做一個圓圈 那圓圈的話 這個中間有一個接頭 因為這個四分水管 只有一公尺長 不足以做成一個圓圈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直接頭 那在這邊的話 這個就是三通 那這裡有一個 吊環做支撐 這邊有一個吊環做支撐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將這個架子的角座 綁在這個冷卻塔的一個鐵架上面 那我用這個電線來綁 就是為了防止它生鏽腐爛 因為你如果用鐵絲的話就會腐爛 那桶的話塑膠的話就不會腐爛 那基本上這個支架都做好了 我們就可以來把這個網子把它鋪上去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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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剪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束線把它束起來 好這種束線 好 我們把四個角落束好以後 讓剪刀把這個多餘的修掉就好了 束線做初步的固定 然後把這個多的剪掉 然後這個旁邊多出來的網子 你把它稍微修一下 再來我們剪一塊長條形的 將四周圍起來 因為樹葉也可能從旁邊掉進去 前面的話我故意留一個維修孔 萬一這個葉片不會轉動 或是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維修 把上面多餘的剪掉 好 那我們保護罩已經完成了 那這邊特別留了一個維修孔 你如果需要維修的話就可以把它掀開了 伸進去維修 好 那我們暫時就做到這裡 那另外那一個呢 我找時間來把它完成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要訂閱我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